平頭黑衣男站在銀樓櫃前 一邊觀察四周 一邊等著老闆娘拿出金項鍊 事待一下後 還和老闆娘有說有笑 嘴裡念念有詞 為了取信老闆娘 男子將金項鍊脫下來 竟直接把金項鍊正條偷走 平頭黑衣男從銀樓店衝出來 接著就跳上一台 騎樓外接應的機車 兩人直接揚長而去 銀樓老闆娘發現黃金項鍊被偷後 立刻拋了出來 無奈兩名嫌犯 一進當街落跑 這起偷切案就發生在 花蓮市中山路一家銀樓店 嫌犯光天化日 假借要買兩兩半 十四萬的六角麻花金項鍊 事待在脖子上後 不到三分鐘直接偷走 而另一名嫌犯 則是騎著機車在外接應 一切早有預謀 你如果存心要想東西 你一定會算時間 你沒有關門的機率很大 然後再來是 你要擺很大的東西 就是他一定要算成本 你的東西如果擺很大 他搶你才有意義 刑犯貨報道場 將現場圍起封鎖線 並在現場採集指紋 調閱周邊監視器 要將兩名囂張嫌犯逮捕答案 記者劉桂交徐方花蓮報導 在 動 谢谢大家